财经话题带您看到是平均地权条例7月上路了 预售屋正式限制转售 就杂志针对北台湾的新建案做出了最新的调查 结果呢调查的结果就发现了 预售屋的突然量 莱克祖数以及成交祖数 全部呢都有增加的情形 其中呢我们就带您看到是成交祖数了 这个成长的幅度来到了18.5个百分点 是接近两成哦 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房市的灯号 依旧不见起色 依旧是绿灯 而且竟然已经是连拔绿了 好虽然说我们刚刚就看到了这个成交祖数增加 但是实际上还是要来担心一下 全台湾的空屋比例了 目前似乎还是偏高的 因为根据统计呢我们就看到 现在呢新屋空屋率最高的五个县市 分别是宜兰县金门县基隆市高雄市以及台北市 不要以为是大城市空屋率就不高哦 你看高雄市以及台北市都有上榜 而且空屋率竟然都超过了两成 所以买房卖房都要三思 但是呢我们就带您看到这位明星啊 出手却很精准呢 是谁是女神林志玲了 因为林志玲呢在之前啊 是卖掉了台北市中正区的房子 当时获利了大概四百万元 而没想到呢接手林志玲房子的人 今年六月份也把房子给卖了 成交价格一点六三亿元 这个屋主呢持有了五年 没想到赚的没有女神多啊 这个屋主只赚了两百六十五万元 那我们就有房仲专家指引啊 林志玲真的是时机选得蛮好的 卖的时机非常的好 也让她赚钱 眼光相当精准 第一名模林志玲婚后重新回归家庭 但影响力仍然在 过去在台湾曾拥有的一间北市豪宅 尽管已经转手 但近期再传出价格上涨 志玲姐姐的旧价位在中正区孤岭街 这栋豪宅 而他们五年前转手获利了四百万元 今年现任屋主又卖掉 也赚了两百六十五万 看看实价资料 这间房屋共有四次交易记录 第一手屋主以1.95亿元买下 后来产赔三千八百万 以1.57亿卖给林志玲 林志玲持有两年后 以1.61亿元转售 如今屋主卖在1.63亿 价格保值 而其他加持房价的女神 还有购买高雄农十六特区豪宅 而这个地段平均单价在三十四万 是上半年高雄房价最贵路段 周子瑜的家总价1.7亿 也是当地指标豪宅 房屋条件来讲 还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不过在有名人住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 像房仲或者是像建商 在进行销售的时候 在溢价上面 它就有一些话题 可以让它的价格去做一个维持 女神豪宅增填话题性 不过在房市交易低迷之下 新屋市场空屋率高 统计全台五年内新房空屋率高达 接近两成 住宅市场供给也转趋保守 整体呈现价格居高不下 但住宅负担略为减少的现象 三天新的苏银宽李孟山 台北宝负担